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生命纪的第三十章 生命纪的第三十章总共有二十节 它的里面主要在讲摩西告诫百姓 从神那里得复兴与赐福的条件 我们来把圣经分下段落 第一段是一到十节 百姓从苦境中转回的恩典 第二段是十一到二十节 生死祸福的拣选 今天我们所选用的要节 是三十章的十一节和十四节 圣经这样说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 不是你难行的 也不是离你远的 这话却离你甚尽 就在你口中 在你心里 使你可以遵行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来看生命纪的第三十章 也就是所谓的 迦南地之约的第二个部分 在上一章二十九章中 摩西向以色列百姓发出了警告性的信息 讲到了百姓一旦违背神的律法 所遭受到的咒诅的情况 这些于二十八章的十五到六十八节的话 是吻合的 我们若将圣经中所提到的 临到百姓身上的赐福和咒诅做一下比较 就会发现 咒诅所提到的方面细则 要比祝福的方面提的多上四倍 由此就可以看见 百姓承受咒诅 他的代价有多么沉重 所以摩西告诫以色列百姓 万万不可以轻忽 也不可在咱且的平安中存侥幸的心 因为凡违背神的人 必被刑罚和惩治追上 我们接着来看三十章的一到十节 这第一大段 在第一大段中 神就借着摩西预言了以色列百姓 未来在遭惩治的情况下的反应 除了百姓感受到的那些痛苦 惩治也会同时带来好的属灵的后果 即激发百姓追念神祝福的话 而在那个当时 他们正在被神追赶到的万国中 经受着神许可临到他们身上的咒诅 在这里我们实在看到了一位慈爱的神 他在一切的事物之上 也在一切的事物背后 正在掌管 以色列百姓能在极度痛苦的 颠沛流离的光景中 追念神的赐福 这正是神的灵所做的工作 这就该让我们想到 主前539年 犹大百姓在波斯王古列做王的时候的回归 也让我们想到 上个世纪40年代 犹太人的回归 这里记载的 以色列百姓追想神祝福的话 有点像主耶稣基督所讲的 浪子回头的故事 浪子离开的父亲 他何时追想父亲的怜悯和慈爱 并决意回归 何时就脱离他自身的苦境 而父亲慈爱的胸膛 始终在充满爱和温暖的家门口迎候 《路加福音》第15章 所以整个的30章 充满了以色列百姓 经历诸般灾难后 重新归向神的伟大应许 在这伟大的祝福应许上 我们看到的都是 以神伟大的慈爱和作为 为主导性的因素的描述 他向着百姓的爱 向来未曾改变 我们在这里要知道 无论以色列全会众 或是今天我们蒙恩的个人 能够追念神的福分 他祝福的话 并且尽心尽兴归向神 并照着摩西所说 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 听从他的话 这都是圣灵的工作 否则 人自己是不会主动回转的 不仅如此 按照摩西的预言 神的作为还会继续的显明在百姓的身上 这是三到七节的话 第一个方面 神必连续他的百姓 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 第二 神自己回转 意思是 神向百姓的态度转变 帮助他们的手段要加大 神要从分散你道的万民中 将你招聚回来 就是被赶散到天涯海角的 神也必招聚回来 三 再领他们进入列祖所得的地 而且可以得着 必得善待 人口要增多 会比列祖人数更多 四 神会更新洗净百姓心里的光景 将百姓后裔人心里的污秽除掉 当百姓有了良好的里头洁净的光景 就能够尽心尽兴爱耶和华神 使百姓可以存活 五 神会将咒诅加在百姓的仇敌 即恨恶他们 即逼迫他们的人身上 所以在这里 原本倾倒在百姓身上的愤怒 即追上并临到的咒诅 改为临到仇敌的身上 所以让人喜乐的是 从这里可以看出 百姓与神的关系 全面的恢复改善 当我们看到一到九节 然后再与整本圣经中 后来以色列选民的历史相结合 我们就会有一个发现 他们其实就是后来 以色列历史的浓缩性的写照 这里面陈述了 如下几个方面的重点 一 因着百姓的不顺从 神便将他们分散到列邦中 三十章的一节 生命纪的二十八章 六十三到六十八节 二 百姓在被分散之地 将会悔改 想念神的恩典 第二节 三 神必以大能拯救以色列百姓 第三节 可参考以色列百姓将回归圣地 第四节到第五节 可以参考以色列书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 耶利米书二十三章三到八节 以西节书三十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五节 五 以色列百姓全国全民必经历属灵的复兴和心灵的更新 并且会尽心尽性的爱神 第六节 参考何西亚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 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六 那些外邦审百姓的仇敌 要遭报受审 这是第七节 可以参考约尔书三章一节八节 七 百姓会活在顺服并遵行神一切诫命 吩咐的光景中 第八节 阿玛斯书九章十一到十五节 他们也会蒙得神在各个方面所赐的福气 第九节到第十节说得好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谨守着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 律例 有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 并你身所生的 牲畜所下的 地土所产的 都绰绰有余 因为耶和华必再喜悦你 降福于你 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 当我们读这样的经文 就自然的让我们回想起 二十八章的一到十四节的 祝福性经文 百姓因为重新又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 在神面前蒙福的地位又得以恢复 所以他们又开始要经历到被神所赐的福分来追随 被神所赐福的福气来临到的经验 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大段 这一段摩西在讲摆在百姓面前的生死祸福 十一节到第二十节 在上一段中 我们看到既然神已经借着摩西 告知以色列百姓 可以在遭受神的惩治和击打后 又重蒙神的恩典 所以现今就到了 要在神的面前做抉择的关键时刻 百姓现在要面临的是 人们究竟要选择什么 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 可以说是一段非常宽慰和激发人心的经文 摩西在此明确的告诉以色列百姓 遵行主的道并不难 摩西说这诫命 其实就是29章29节所讲的明显的事 它并不是难行的 也不是离人远的 不是在天上的 也不是在海外的 神所有为百姓设置和颁布的法度 都是很落地的 很生活化的 是要贯彻在每日的生活细则中的 所以摩西说 这话离你们甚近 就在你们口中 在你们心里 使你可以遵行 其意思是 神的道实在是平易近人 不是高不可判 其实最为关键的 还是要看人乐不乐意听从 并遵守神的道 可以说向来在神的面前 无论是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会众 或是今天的我们 愿不愿意遵守神的话语的问题 始终都是个大问题 这主要是由于 我们从亚当遗传来的本性 所决定的 自从罪 进入世界 进入人类 可以说人的里头 就有着余生俱来的 对神法度 旨意和主权 抗拒的权势 因为神的诫命 律例和典章 会触碰到我们里头 老亚当的权势 而人类最大的罪恶的表现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 我们这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 必然会尝试要挣脱神的管制 乐意做偏行几路的选择 所以人必须重生 只有人的里头 有了耶稣基督的新生命 这新生命在圣灵的帮助下 才会乐意遵行上帝的旨意 所以我们说 遵行神的旨意 不是人在天然生命里 能够做到的 古代的以色列人做不到 我们今天的人 若不靠圣灵 没有新生命也做不到 必须是神工作才行 以西节书36章26到27节 人一旦有了神的灵 神的百姓才会有一颗新的心 这新的心会爱神 会乐意遵行神的律例 诫命和典章 而有着新生命光景的百姓 神是定要将他们带入一个全新的光景中 因为主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新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律法写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耶利米书31章33节 接下去15节到20节 摩西本人很显然是正处在极其高横的情绪状态中 他呼唤以色列百姓注意 我今日将生于福 死于祸 沉迷在你面前 其实我们看到 古代的百姓当面对摩西 真如同我们今天面对神的道 和救恩 成圣真理一样 向来都是生于福 死于祸的抉择关头 我们常常喜欢动用理性 来辨知好歹 我们很自信 我们会做对我们有益的选择 但是其实 能选择生于福 而弃绝死于祸 仍是圣灵的工作和帮助 因为很多的时候 连我们自己 都并不能知道生于福的可贵 和死于祸的可恶 所以真愿意 我们拣选那 主乐意我们所拣选的 因为人的生于福 就在于 爱耶和华我们的神 遵行他的道 谨守他的诫命 律例 典章 这样的百姓 不但会被神恩待 得以存活 而且人口增多 在得为业的地土上 蒙神不断的赐福 而于这样的赐福 相反方面的选择 就是人的心天离 不肯听从 却被勾引 去敬拜 侍奉别神 那这样的人 不但会灭亡 而且在得为业的地上 日子不会长久 我自己是十分的喜欢 十九到二十节的 因为在这里摩西使用了 我今日忽天幻地的 向你做见证的 这样的表达 可见他敬畏神 情之真 爱百姓 心之切 当解经家 就着这一节 在解析 会提到说 这里提的天和地 是指着 在以色列百姓 与神立约的过程中 天和地 处在 见证者的角色上 这约是伟大的约 神圣的约 所以这约的见证者 身份都极其特殊 摩西在这之前 和在这之后 都为此 撕心裂肺的呼吁 生命纪 四章二十五节 到二十八节 生命纪 三十二章第一节 就着拟人化的角度来看 连天和地 都来作证了 摩西实实在在的 受托 将生死祸福 沉迷在百姓面前 那百姓因此 该做如何的选择 他们还不该 选择生命吗 他们若选择生命 他们自己 连同他们的后裔 就可以重活 他们爱神 听从神的话 专靠他吗 这样 百姓就可以在耶和华 向你列祖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岂是应许所赐的地上 居住 百姓之所以 必须做如此的选择 因为神 就是百姓的生命 百姓的日子长久 也在乎他 十九节 二十节 弟兄姐妹们 摩西在百姓与神 重新立约的结束训诫中 向以色列会众所传达的讯息 是何等的宝贵 作为神和人之间的中间人 神人摩西深知 神预备给人遵行 并可赖以为得福的法度 是尽在至此的 并且不是难行的 我们要一再的指出 不难行的关键 乃在于神将新约 心心心灵赐给人 蒙神眷顾 得神救赎的百姓 会在恩典的契约中 被神激发 去以顺服的行动来回应神 显出外在的美好见证 所以摩西与耶利米 以西节都看到了这一点 我们就着整本的圣经来看 神曾在历史中 多次的愚人立约 他的约一个比一个美 借着立约的过程 他将他创造世界 救赎百姓的美好心意 一一显明出来 这些约我们都应该牢记 并熟悉 一亚当之约 又叫伊甸元之约 创世纪一章到二章 二挪亚之约 创世纪第九章 挪亚之约 又被叫做彩虹之约 第一个约和第二个约 都是关乎全人类的 第三 亚伯拉罕之约 从创世纪的第十二章 一直到第二十八章 四 摩西之约 出埃及记 摩西之约又被叫做西乃之约 五 圣地之约 圣地之约 又被叫做迦南地之约 生命纪 第一章到第三十章 六 大卫之约 撒木尔记下 七章八到十六节 其中从第三个约 到第六个约 都是关乎神和他的百姓 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的 第七个约 可以说是整本旧约圣经 都在为他做准备的 以及整本的新约圣经 都在宣讲他的 就是神的儿子 用他的血 为我们所立的新约 享受着新约恩典的 不仅有神的子民以色列 还有我们这些 蒙恩得救的外邦人 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 希伯来书八章七节十三节 所以当我们看到神与人立约的事实 这一切都何等的奇妙 今天 你和我都在这更美之约的 神和人的关系里 让我们以全生命 在神的面前献上感恩赞美 并靠他喜乐知足 因为正如 神是以色列百姓的救赎者 是他们的生命 今天 父神也是我们的救赎者 基督 更是我们这蒙他救赎的百姓的生命的君王 还如保罗所讲的 他是我们的生命 哥罗西书三章四节 所以让我们 就像以色列百姓 在神的面前要回应的那样 让我们也爱他 听神的话 跟随大姆者的教宗行 今天我们留下一个小小的思考题 在十一节到十四节中 摩西向以色列人说 他所吩咐的诫命 不是难行的 也不是离人远的 这是什么意思 在今天 你觉得神的命令 对你而言 难以遵行吗 我们非常的喜乐 因为神实在 以他丰满的同在 伴随我们生活和读经的每一天 我们就是这样 在神的面前 靠着主的灵的感动 激发和鼓舞 一直相信 神在圣经里所说的话 向着我们这些又信 又遵守的人 是显得无比的宝贵 我们若是宝贝神的话语 神也会宝贝我们 爱你们